1992年 在第九届世界滑稽大赛 金小丑奖的比赛上 兄弟俩之所以能够捧回 这项国际荣誉啊 除了他们斗圈的表演之外 还离不开这一模一样的 双胞胎形象 这对同卵双胞胎 自打出生以来啊 甭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穿的 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一事两份 俩人经常在 没有任何商量的情况下 早上起床一见面 撞衫了 再仔细看对方一眼 这不就是在照镜子呢吧 兄弟俩的生活当中 也因此经常上演一些 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 比如说这弟弟刘全力啊 从小调皮爱打架 打完架就往家里溜啊 进屋看你哥哥就说 全和外面有人找你 这全和啊 老是兴冲冲地跑上去之后 就被人当成是全力 噼里啪啦地给打了一顿 所以每次全力打架啊 你看最后鼻青脸肿的一定是全和 这种双胞胎身上与生俱来的笑点 也为他们后来的喜剧事业添了不少彩 原本生活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刘全和刘全力 在十二岁那一年就因为双胞胎的形象 被北京的部队文工团选去当文艺兵 每天学杂技 搭档表演 桌上钻圈椅子顶等项目 还拿了不少奖 不过那时候双胞胎兄弟俩啊 最受欢迎的表演是模仿卓别林 这每次都能逗的台下观众是哈哈大笑 但是有一次啊 全和全力在香港表演卓别林的时候 台下竟然一点掌声都没有 那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兄弟俩急得满头大汗 演完下台之后 赶忙问了一位观众啊 你们觉得我们这节目怎么样啊 人观众非常实在 直接说了 那卓别林的形象啊 都是自己设计的大肥裤子礼帽和拐杖 那你们俩也该有自己的特色和形象 兄弟俩一听 有道理啊 那咱们也得设计设计啊 但是怎么演呢 怎么才能有自己的形象呢 兄弟俩每天琢磨来琢磨去啊 直到有一回 碰巧两人是同时一回头 一对视 这不是一面镜子吗 这个创意经过精心编排之后 赵镜子这部作品就诞生了 就是要配合这个 就是要配合这个 好 中文字幕——YK